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中家台北新闻 我是蔡小居 新闻一开始有先带你来看 世新大学在6月1号2号两天 举办毕业典礼 欢送2000多位毕业生 迎向人生的新旅程 校方特别邀请杰出人士担任嘉宾 中央集团董事长郭冠群受邀致辞 并回答董事长黄仁勋 其自身的经历 勉励毕业生追随梦想 不是最重要的 只要做好每一步工作 发挥滚水球效应 相信奇迹就会发生 世新大学112学年度毕业典礼 6月1号2号在世新讲堂隆重举办 分为新闻传播学院 人文社会学院 法律学院及管理学院 以及博硕士班 5个场次 共2000多位毕业生 校方特别邀请杰出人士 担任嘉宾 中家集团董事长郭冠群 受邀致辞时表示 遵循梦想是毕业典礼上的标准说法 但事实上毕业生们并没有足够的经验 了解什么是真正的梦想 而要先以负责任的态度 做好每一步工作 Follow your dreams 这个好像是一个 所有毕业节目 最标准的说法 Follow your dreams 是一个非常不好的 生涯开始节目 它会有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 你们还没有足够的社会经验 告诉你们什么才是你真正的梦想 第二个呢 你们很可能会因为你们的梦想 而变成眼高手低 做不了好的事情 这个观念呢 如果你去看一下 台湾最热门的人物是谁 是安利亚的黄任勋 他在身份的演讲里面 好几次讲到类似的观念 帮你Follow 然后出了几次 要去接受拥抱 所有最困难的责任跟任务 因为这个会建立你的责任感 会建立你的自信性 说同学们 你们今天什么是最好的投资 都投资你们自己 你们今天有什么最大的恩情 就是你们的恩情 我可以给你们导致 你们好好过一个学期 现在开始 用父母的态度去做 15年以后 你们一定会有一些 一定会有一些 一辈子没有想到的梦想 好奇迹的发生 现场郭冠群董事长 还以有奖征达的方式 送给毕业生们 牛排大餐 与三万元的毕业贺礼 实行大学校长 陈清禾表示 除了邀请郭董事长 担任毕业嘉宾 也计划聘请郭董事长 作为学校的客座教授 这五年我看到中江学院 也是郭仲才所代替之下的 这个集团 善待我们的社会 善待我们的媒体 所以是今天我们在 我们传播学院的这一个 这个演讲里面 来帮我们看看他的想法 那么更重要的地方 我们跟各位宣布 已经有一件事情 因为是经过郭仲才的同意 本校将在今年的9月 聘请郭仲才 作为文化的客座教授 希望藉由郭董事长 这些过去的经历背景 以及它在社会的影响里 能够带给我们传播学院 跟管理学院 人文社会学院 法学院 都能够做到不同的家会 毕业典礼上还颁奖给成绩优秀 以及在校外有杰出表现的学生 并由所属学院院长 和学生代表致辞 新闻传播学院院长软民俗 勉励毕业生 以媒体人的精神 为社会创造正面积极的影响 毕业生们也怀着感恩的心情 感谢师长的教诲 并依依不舍与同学们的相处时光 首先呢要先谢谢我的爸妈 还有谢谢这四年陪伴我们的好兄弟们 就希望可以本科系吧 就是往广澳大理上走 然后希望大家都有一个好结果 大学玩得很开心 尤其是大一大二 然后有点不想毕业 因为还不想就业 谢谢老师 这四年对我们的教导 我是四星女兰毕业生白琪威 然后我是公广系的 四年来虽然在场边陪伴学妹 但是就是我都可以知道 他们在场上是很辛苦的 然后教练团也是非常辛苦 然后但是也很感动 四年来都是拿到冠军 然后也完美的落幕这样子 现场毕业生家长与亲友们 也前来见证这场充满 温馨与感动的毕业典礼 并期许毕业生们离开校园后 都能展示高飞 迎向卓越成就与美好未来 记者领席会台北报道 穿越中正纪念堂的 林森南路地下道 在靠近仁爱路一段的十字路口 行了斑马线呈现摸字行 穿越都得绕路很不方便 当地的东门里里长牟贵傅 去年就争取设置行轮专用实项 预计暑假就会进行 民众安全地走在斑马线上过马路 但其实这处路口 过去并没有划设斑马线 里长说因为这里车流量大 加上旁边就是东门国小 路口只划设了三处斑马线 形成一个摸字行 民众要到对面 就要划上三分钟绕道通行 相当不方便 因为这边的话不管是老人小孩 还是说伸脏者 你如果说从这一头到那一头 你如果没有行穿线的话 它变成他们要行走的话 是做一个摸字行的形态来走 那对他们长者来讲的话 或是小朋友非常的不方便 所以我才想说把这个地方 增加一个这个路口 增加一个行穿线 这样子的话走路的话 也会比较方便 那对于尤其身障者 老人家他们来讲的话 都是会比较方便一点 行穿线它的成效的话 是目前是很好的 所以我们后来又再继续规划 就是说做行人那个 十项那个穿越的时间 就是说让大家能够在 就人车分离的状况之下 该车子走的时候 车子走 该行人走的时候 行人走 有了方便安全的斑马线 路口的行人地下道 原本使用率就相当低 加上老人小孩 或是推娃娃车 生长人士都没办法使用 又有安全上的疑虑 因此里长便争取 将人行地下道拆除填平 预计暑假就会进行 它这个地下道它是坐落在这个 人行道上 那它这样的话造成车子 它要左转的时候 它会妨碍它的视线 如果不拆除的话 对那个 不管是那个车子 还是说行人 都是非常的不便 而且不安全 再加上这个地下道 它现在目前 它使用率是非常的低 长者不愿意走 那小朋友也不愿意走 那年轻人更不愿意进去 所以它使用率非常低的情况之下 那我们为什么不把它废除掉 那经过跟议员的沟通 然后跟市府的那个会刊之后 那认为说这一部分的话 是可以把它废除 然后填平这样子 那使整个路口的话 它会变成就是非常的 就是说宽广 这样子对行车 还是行人来讲的话 都是非常有保障的 地下道的话 尤其我们这个地方文教区 其实我们这边是非常的 就是说非常的安静 到晚上非常安静 没什么人潮的 那走这下面的话 一般人都不愿意走下去 理想魔贵妇说 只要是里民们反应的问题 他都会与民意代表 向市府一起沟通 想办法解决 让里内各项建设措施 更加完善 记者林奇会台北报道 5月31号是事件无烟日 今年的主题是 保护孩童 避免烟伤干扰 医生表示 青春期的孩子 容易受到同侪 父母社群媒体的影响 而开始吸烟 也常错误地认为 只要抽电子烟 就无害 而忽略烟品 对健康的危害 根据卫福部调查发现 青少年吸烟人口 睡觉10年前 有显著减少 但吸烟年龄 却有年轻化的趋势 国泰综合医院 心脏内科张家修医师表示 曾有一位17岁的王小弟 三年前开始吸烟 这学期想要加入学校篮球队 却发现因为对烟碱过敏 差点面临节制命运 在心脏科的角度来说 其实它就很像一个入门的毒品 怎么说呢 我们看 就是我们过去呢 在心脏科的病人里面 大家可以知道说 在年轻人其实很少有心血管方面的疾病 男生在35岁之前其实是很少 女生在更年期之前其实也是很少 但有一天有一个小弟 就是17岁 他来的时候呢 他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 他想要加入学校篮球队 但在做运动测试的时候 发现他比平常 未来就更没有力气 那过后我们大概会觉得说 这只是缺乏运动而已 那我们仔细看开他的脚 我们就可以看到说 其实在整体上面脚的状况里面 已经有出现很多个一个瘀青 然后跟就是有一些 发黑换群的这样的情形 真是有一些黑色的一个小黑点 那都是微血管酸塞事后 所造成的这种情形 那这种状况呢 我们仔细询问他过去 有没有什么因为 有可能发生的原因 然后发现说 他其实从就是高中的时候就开始说 跟同学朋友就开始有吸烟的情形 那一天抽两包以上 那到就是大学的时候呢 也开始做一些加热烟 电子烟的这些吸收 所以说呢 他就脚开始出现这样的状况 那我们后续帮他做了一些检查 可以发现说 他脚的一些小血管的部分 已经都有明显这个阻塞 跟发炎的这种情形 那后续经过比较长的一个 要入治疗之后 才可以勉强让他不要有这个 精致的比喻 当时这次有一只脚的部分 是非常冰冷 甚至有可能会到解释 这样子的状况 董事基金会烟害防治中心副主任 吕滋毅指出 根据研究显示 青少年加热烟使用率为 5.25% 是成年人的两倍以上 但其实电子烟与加热烟 不仅对戒烟毫无帮助 对健康的危害 更不亚于其他烟品 其实就是一个观念 就是预防剩余治疗 所以今年的WHO 它特别的提出这样一个主题 就是要避免我们的下一代 受到烟伤的一个干扰 那是什么样的干扰呢 其实烟草公司 他们为了拱固他们的 这个庞大的利润 还有就是因为吸烟者 他可能会因为戒烟 或者是因为生病和死亡 那所以它的市场是会逐渐萎缩 所以烟草公司 他为了要保护这一块一鼓一钉的 成瘾的市场 他必须要继续的去挖掘 去开发下一代的一个消费补群 所以他们用了非常多的一些手段 跟伎量来就是让下一代 能够赶快的提早成瘾 那就是只要一个人成瘾 其实他烟草公司 就可以转不住35米 那他们烟草公司 常常用的一个手段 就比如说他会赞助活动 或者是说在烟品当中 加入一些花香果香 让这个烟品 不管是传统止烟 或是新兴烟品 都更好入口 然后更吸引年轻人来使用 能够揭露烟草的一个真面目 让年轻人都知道 这就是烟草要吸引大家 继续使用烟品的一个手段 卫生局表示 112年3月22日起上路的 烟害防治新法 以全面禁止电子烟 并严格管制加热烟 任何人在任何地方 均不得使用电子烟 或未通过中央审查之加热烟 为者将储新台币 2000元至1万元罚还 记者林奇慧台北报道 台湾早产儿的比例越来越高 早产儿的家庭比一般家庭 平均的花费达四倍之多 因此国民党立法委员罗廷伟 李燕秀与民进党立委麦玉珍 联合召开公厅会提出三大诉求 希望守护早产儿平安长大 减轻早产儿家庭的负担 一开始的安胎住院费用 他的住院的医疗费用 然后后续的早疗治疗时间 跟一些自费课程的费用 然后还有一些建议的保健食品的费用 这些加一加 让我们只有爸爸在工作的家庭 其实压力也非常的大 谈起家中宝贝成长的艰辛 与治疗复健费用的高昂 柳丁妈妈予多无奈 由于早产儿因为器官发育 尚未完全就出生 往往伴随许多并发症 因此早产儿家庭一开始 就得面临自费医疗药物 与额外的营养补充品等花费 等出院后 许多还需要进行长期早疗教育与复健 根据早产儿基金会方面的调查指出 早产儿家庭出生六个月内的 自费金额平均为11万4千多元 花费比一般家庭高达4倍之多 也因此有人称早产儿叫做兵士宝宝 早产儿平均就是他们的4倍以上 甚至在29周以下的将近16万以上的支出 是他们的5倍到6倍的一个费用 那有时候大家会觉得 每个孩子生了就是这样照顾 但是大家回头可以想 他们本来应该在妈妈肚子里面 跟着妈妈被养 养到38周再生下来就好了 所以前面这段费用 其实相对于逐月儿 他根本就是多出来的 国民党立法委员罗廷伟 李燕秀与民政党立法委员 麦玉珍特别在国际儿童节 前夕召开公听会 邀请专家学者及卫生福利部 等单位代表与会 同时提出三大诉求 包括落实早产儿养育照护津贴 保障孕妇安胎假 以及早疗亲职加入法 要求政府建构符合早产儿 家庭需求的支持体系 早产是新生儿死亡 最常见的一个直接原因 所以估占周产期 死亡率的七成 政府应如何加强早产儿的 照护品质 提升早产儿的成长健康指标 透过今天的讨论药品 衣材或补充品支持 不像政府可以怎么帮助 以及也是我们今天 希望透过公听会 能够取得的一个共识 一个重点我们其次 健保给付的早疗课程 上课频率多为一周一到三次 一般疗愈的课程 至少要经过六个月到一年 才可以看得到成效 所以且需排队三到六个月 才能接收到治疗 对父母而言 陪伴早产儿早疗课程 以及工作要如何平衡 早疗的亲子假 何时上路 这也是我们三位委员 非常关心的 今天我们要推动的三个政策 早产儿跟养育的照护亲贴 早疗亲子跟安胎假的部分 还有未来针对于早产儿的健保 几步医疗 我们该给予什么样的协助跟帮助 我想我会配合 我一定会配合罗廷委委员 还有蔓医生委员 我想两个政党 事实上有机会提出共同的版本 党版未来 在卫皇委员会 大家一起努力 然后另外一块 报告我非常遗憾 是劳动部之前提出的报告 他们包括在产假 薪资公共化的部分 他们担心企业人力的调配 包括未来有可能增加劳工的歧视的部分 我觉得太多的借口 这真的是太多的借口 从出生到就是离义院 几乎就是七位数的照顾费用 所以要照顾确实非常的不容易 对家长的经济身心灵 都是一个考验 如果提早而家庭养育照顾今天 这样能减少我们家庭的经济压力 还有父母才选择如何去医疗 还有药物的经济负担 所以在少子化的年代 每个孩子在生命里面都很重要 在我们这群宝宝里面的妈妈 他们需要更专业还有照顾 最后公听会做出三项结论 第一点请卫福部在一个月内 评估早产人常用自费药品 纳入健保给付 第二点请卫福部社家署 在三个月内针对早产额营养品 与用品研议补助可行性 最后则是要求劳动部 在三个月内研议早疗亲职加入法 纵事早产友善亲职 记者张旗腾台北报道 刑事局宣布破获黑帮制毒工厂 查扣了重达101公斤 约10万对的新兴毒品要定 还添加了哈密瓜口味 市价8000万元 警方强势攻坚 当场逮捕正在制毒的陈姓祖贤等人 警方调查发现 这个黑帮制毒集团 在新美市新庄区 以合法添加做掩护 在三楼仓库制作 混合了多种毒品的药定 警方现场共查扣了101公斤 数量约10万定的毒定 还有大批的毒品原料及制毒工具 这也是国家的 国内首次破获将毒品制作成药定贩售 嫌犯除了将药定打上飞机图案 自创饼牌 还添加了哈密瓜风味 目标锁定夜店的年轻客群 此次查获之新兴毒品药定 外观以飞机图案创立毒牌 吸引买家经鉴定 具有第二第三第四级毒品成分 对生起健康有极大的危害 本次鉴验它的毒品成分的话 二级是具有安非他命的成分 三次级毒品的话 主要就是凯他命跟小甲西班 就俗称一粒年 那只是它的口味风味的话 主要是以哈密瓜风味为特色 吸引年轻族群的喜爱 警方已经将全案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 移送新北地检署侦办 并扩大追查毒品原料来源 及新兴毒品流向 由于暑假将至 刑事局也提醒民众 不要轻易尝试来入雾名的药物 以免被毒所害误了一声 记者张琪辰台北报道 涉嫌侵权金额超过台币10亿元 看到一则则的新闻 这些制造、输入或销售侵权机上核的业者 都会遭到最众可除两年以下 徒刑合50万元罚金 影视产业式文化输出的软实力 可带动旅游、观光等行业发展 盗版业者行为会让正版业者收益减损 进而减少产出优质节目的能量与资源 直接受到伤害的是文创工作者及消费者 所以请大家检查一下 自己使用的机上核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机上核 内建是否下载了侵权App 虽然台湾没有对使用侵权机上核的民众 有任何的罚则 但为了打造一个优质且强盛丰富的影音帝国 请民众一起导正市场合法秩序 支持影视产业 台北市交通局公布 基北北桃四世合办的 我的减探存责活动初步成果 一个多月已经累积了11万人参加 活动一直持续到年底 欢迎市民一起来生活转型 迈向近零 像这样每天骑一趟单车 每个月就可以减探5公斤 为了鼓励民众 透过搭乘捷运 公车客运火车 或骑乘U-Buy等大众运输工具 一起来减探 基北北桃四世共同举办的 我的减探存责全民运动抽奖活动 四月八号起跑 由于活动奖项从去年三个月五十个奖项 大幅增加到今年每个月七千个奖项 其中月月抽活动只要每天搭乘一趟大众运输 就有机会抽中日本来回双人机票 活动开始到现在才一个多月 就已经吸引11万人参加 减探量达3730吨 成果超乎预期 像是公车捷运 U-Bike这种大众运输 然后出门累计减探量 然后就可以参加我的减探存者的一个抽奖活动 那我们今年的奖项有高达 七千份左右 每个月哦 是每个月都有七千份 那民众只要加入悠悠妇 然后绑定记名悠悠卡 然后搭乘纪北北桃的大众运输工区 就可以有机会获得这些大奖 或是一些相关的优惠 那我们今年到目前为止的一个参与人数 也突破我们的预期 已经突破11万人 对那我们也欢迎 我们非常感谢民众的支持 那我们希望民众可以尽快加入 因为你现在马上加入 你就可以获得更多抽奖的机会 因为现在加入 我们后续还有连续八个月的一个抽奖 北市府也首度公布各类大众运输工具 可达到的减碳数量 呼吁民众 静零碳排就从绿运输开始 我们这个活动 我觉得跟最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我们可以很精准的去计算出减碳量 那它是有经过一个国际认证的 那每天呢 骑一趟单车 每个月可以减碳五公斤 那每天搭一趟公车可以每个月减碳八公斤 那捷运的话可以减碳十公斤 对那其实我们这一次的范围还有包含 像是那个台铁 它的减碳量更高 除了提供丰富奖项 鼓励民众多多使用率运输 今年还好召更多企业 以不同的方式参与减碳 包括赞助奖项 鼓励员工加入我的减碳存折活动 分享减碳回馈做法 还有内科等近200家公司 加入模范企业示范区 交通局长谢明宏 更亲自拜会的台数等指标性企业邀请加入 希望透过公司协力带动全民减碳 企业参与的状况也非常的踊跃 因为我们今年大概 才短短的一个多月 就有200多家的一个企业来加入我们 这里面包含有20几家 他们是来赞助我们这些丰富的奖项 提供一些就是奖品 那他们也是长期关注这些 减碳永续的一个议题 那另外也有一些企业 他们是来分享他们的一个 减碳的一个措施 来展现他们减碳的努力跟企图心 那另外还有部分的企业 也有加入我们这一次 像是内科还有宝高 还有华雅园区的模范企业的一个行列 然后鼓励他们的员工 透过律印书来做减碳 我们希望跟企业的合作 来带动这个全民 所以说这次跟 以往特别不一样的话是企业的参与 那我们还是会陆续找一些企业 来跟我们一起来共同推动 例如我们前一日拜访台塑企业 台塑也答应他们整个包括集团的一些大的公司 我们久的上市柜公司都愿意来跟我们参与这个活动 所以我想有些企业来带动的话 对我们整个通勤的运输的帮助 我想那个会更有帮助 一般的市民当然可以 但是当然企业它有一些指标作用 这个我们还是陆续会寻找大企业来共同企业 台北市交通局方面预计 今年我的减碳存折活动目标能达到30万人参与 总减碳量达2万公吨 向由北台湾开始带动号召全国更多人加入生活转型行列 为净零碳排尽一份心力 记者张启腾台北报导 为了提升民众防灾意识及强化灾害防救应变能力 台北市大同区公所举办地震疏散演练活动 强化各防灾单位应变技巧 深化邻里自救功能 地震发生后余震不断 造成建筑物严重受损 引发大火冒出浓烟 搜救人员随即架梯进行搜救 顺利救出一名遭抢伤住户 并送往医院急救 随后消防人员进行洒水作业 顺利将伙食扑灭 台北市大同区公所举办地震疏散演练活动 演练串联各种情境 包括里干市及防灾市进行防灾宣导 灾情通报演练 启动灾害应变小组 灾害地区住户疏散 以及防灾抢救演练 灾害现场复救等 透过逼真确实的演练过程 提升民众离灾防灾意识 这次很高兴也很荣幸来到民权里 甚至怎么样让民众第一个时间到正安全的地方 那最主要今天演练的目的是 让我们防灾的第一层基层人员 知道他自己的扮演的角色 当状况来临时能够如何来应变 那我们秉持的一般的观念就是说 防灾重于救灾 当然今天断演的就是离灾又幼于防灾 所以每个防灾的工作是还完相扣 所以我们也会落实减灾准备应变跟复原的一些重要的防灾工作 演练活动更邀请民权里里林应变小组成员 防灾室新著名及防灾NOU团体共同参演 深化里林自救功能 民权里更动员了20位里民参加演练 提醒民众随时保持警觉 做好灾害应变的准备 我们很开心的这一次大同区的防灾演练办在民权里 那我希望我们办的能够有声有色而且要生动 所以我们这次动员的里面有20个 那当然还有来关关系的人 那我希望我们这一次的演出能够成功 也对我们以后的防救灾会有很大的帮助 反应非常好而且他们非常配合 譬如说这边本来有放机车什么 经过我们贴在里群组公告以后 然后他们就慢慢的离开 而且他们也理解就是做防救灾演练 就必须把道路清空 我们大同区的防灾公园是在育泉公园 那是在育泉里 那我们从我来报到之后 我们就开始在不同的里 最主要是让当地的里能够熟悉应变的一些工作 因为里长本身就是防灾室 那我们最主要是到个里 是让个里的应变小组 每个里都应变小组 他能熟悉他自己扮演的角色 跟状况南宁市如何来应变 区长方月琪表示 平时准备作业尤其重要 应秉持料敌从宽 玉敌从严的精神来面对 并期望透过公司协力 强化社区自主防救灾能量 达到灾前预防 灾中应变 灾后复原的目标 将灾害损失降到最低 记者李席会台北报导 为了要提升年轻人的结婚率及生育率 台北市内湖区公所特别结合了台北水舞嘉年华 举办单身联谊活动 吸引了294位单身民众报名参加 通过轻松的团康游戏 让参加的学员更快认识彼此 这是由内湖区公所举办的 单身联谊活动 结合2024台北水舞嘉年华活动 希望协助单身民众早日脱单 配合我们台北市政府 在主办一场水舞的一个家里花会 那今天在现场的活动参与 非常的热烈 活动现场的年轻人 非常的青春洋溢烈 热情试色 他们的活动也热烈的在参与中 一开始呢 我们就配对了好几对 大家是非常非常的有乐 如果参加我们这一场的单身电影活动 现在年轻人会购入压力也蛮大的 那平常都是在 埋陀在自己的工作里头 那也通常忘记的给自己机会 给自己时间去认识新朋友 结交新的伙伴 也去忘记的给自己一个 难忘的一个恋爱的体验 所以我们就是负责把这个一个 办举办这样的一个单身电影活动呢 能够搭起这样的一个平台 给他们能够有一个认识的机会 那过去我们单身电影的活动 大概 其实配对率大概有达到40% 一开始呢 我们就配对了三队 接下来要好几阶段 相信我们今天配对率是很高的 今年的单身电影活动 吸引了294位单身民众热情报名 主办单位还邀请一对 在单身电影活动相似恋爱 最后顺利结婚 并拥有爱的结晶的学长姐 通过录影现身说法 鼓励学弟妹们勇于追求爱情 以我们的经验现身说法 在一开始来参加电影呢 我觉得以外在来说 就必须把自己的外观穿着 打理得干干净净 内在部分呢 你要保持开放的心态 除了这两点之外呢 最重要的还是自己要积极主动 去追求内心所希望可求的爱情哦 祝福大家能在内湖区公所所举办的这场连鱼活动 能顺利找到自己的另一半 然后让内湖区公所的配对成功率经验 多多增加哦 谢谢大家 拜拜 最后这一场单身连鱼活动 共促成了25对配对成功 内湖区公所方面表示 未来将继续举办类似的活动 为单身男女提供更多互动交流的机会 想协助提高国内结婚率及生育率 让台北市成为年轻人 用婚热身安心养的幸福城市 记者张旗腾台北报道 设嫌侵权金额超过台币10亿元 看到一则则的新闻 这些制造输入或销售侵权机上核的业者 都会遭到最众可除两年以下 服刑合50万元罚金 影视产业是文化输出的软实力 可带动旅游观光等行业发展 盗版业者行为 会让正版业者收益减损 进而减少产出优质节目的能量与资源 直接受到伤害的是文创工作者及消费者 所以请大家检查一下 自己使用的机上核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机上核 内建是否下载了侵权App 虽然台湾没有对使用侵权机上核的民众 有任何的罚则 但为了打造一个优质且强盛丰富的影音帝国 请民众一起搞正市场合法秩序 支持影视产业 基隆端五龙洲赛活动因疫情停办了四年 今年恢复举办 6月10号将在八斗子渔港登场 副市长邱佩玲担任点金官 循着开光仪式替龙洲点金 祈求航行平安 接着季江仪式也马虎不得 在道士的引导下祭酒拜三生 典礼之后三生素果全都要抛向大海 打雄黄酒 象征对大海的尊敬 因为疫情停办四年的基隆端五龙洲赛 今年恢复举办 市政府和体育会选择良辰及时 举行点金开光即将下水典礼 今年是第二次我参加这个活动 非常庄严 今年跟遗忘也不太一样 疫情前的时候不太有龙洲 今年开始有20队 6月10号的时候也会有很多活动 民政出办了有绿代也有嘉年华 所以很希望基隆的民众一起来看龙洲 享受端午节和家团圆的气氛 睽違四年龙洲赛恢复举行 不少选手和教练相当兴奋 体育会说6月10号当天会以嘉年华行事 邀请民众一起同乐 而明年将争取回到基隆港举办龙洲赛事 在国中的时候有参加过全中浴 然后已经有四年没有滑了 很开心在毕业前还能够有机会再滑一次 还蛮期待这次的比赛 这是东欧龙洲呢 这是一个传统的一个赛事 然后我们学校八楼高中呢 都会来参与这个比赛 往年的时候有参加的时候 我们都得到很好的成绩 选手们呢 学生们也都非常的期待说 这个比赛 然后这也可以让他们在高中生涯当中 是一个完美的一个回忆 疫情休息了好几年 今年重新办 虽然场面没有以前那么热热 可是慢慢办就开始 我们也有跟市场建议啊 明年可以改到基隆港 就是我们海洋广港前面那个 横的不会影响到我们的水道 而且那地方啊 知名度高 外线是要来看也可以 我们基隆港赛龙洲 我们以前在 基隆港也办过两次 希望说在市政府 还有港务局 跟议会大力协助家 今年基隆龙洲赛 总计有20支队伍报名参赛 当天还有栗弹及表演活动 欢迎民众来到基隆 参加全台唯一的海上龙洲赛 一起看龙洲庆端午 记者黄绍明基隆报导 113年金融市运动会 在地内国小登场 参加开幕式的53个单位集团体 约3000名选手及教练 大家切磋交流 增进情谊 共同推广全民运动的风气 每年金融市运动会上的 蓄围竞赛 总是欢声雷动 今年登场的迭杯接力赛 考验各队的速度反映及团结力 我觉得这可以加紧 跟同事之间呢 一些私底下的友情 很有趣的这个生活休闲活动 增加友情还能凝聚团结力 另外在馆内登场的千人齐聚 舞异观摩表演也是正式惊人 首先登场的太极拳 只要愿意动就可以像这位爷爷一样 我现在年90岁 要喝就要动 能动你就能够长寿 每一个团队呢 都是很棒的团队 都会让我们身心健康 而且让我们永保青春 最重要的是 让我们这个大家都很健康 就是要让身体健康 113年金融市运动会开幕一室 在地内国小登场 各机关团体的运动员进场场面盛大 今天很高兴来到金融市政府 所举办的同仁的运动会 很多居住首长 很多议员 大家都共同参加 希望大家今天有一个 非常畅快的比赛的一天 流很多汗 非常的健康 鼓励大家用运动追求健康 幕后推手是 金融市体育会理事长郑锦舟 细数历年来的参赛人数 今年更是向上突破 我们这个活动是从民国80年 林水木市长 第二届之后 开始从能爱国小半季节到现在 参加人口数也从七个单位到今天 五十四个单位还没有包括 今天没有进场的球内 有将近四千多人 因为我们金融市在 运动和台湾二点里面 联系六年 获得教育部特优的运动人口倍增的最多 参与的人口数 我们非常谢谢我们小爱爸爸市长 大力支持我们的运动和台湾去运动 让我们的人多多运动 身体会健康 就是希望大家活跃身体精能 赛事分布暖暖区 其中竞争激烈的篮球赛事在定内国中登场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信义区跟七堵区的一场精彩的篮球赛的现场 我们非常感谢定内国中给我们提供非常完善的场地 让我们这次全国运动会里面篮球比赛 能够在这么棒的场地里面 让球员来顺利发挥他们的水准 我们大家可以精彩期待 精彩可奇的还有慢速累球 去年冠军的安乐区立拼三连霸 非常高兴各区来到我们软软运动竞赛 去年那个安乐拿的总锦标 我们尽量就把三连霸留给安乐区体育会 各赛事都很活跃 前来参与看幕式的贵宾众多 给予满满的肯定 也表示会继续为基勇体育的软硬体建设尽心力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运动的人口蛮多的 那也希望我们中央能够多多给我们地方来 来预注一些经费 让我们多多办一些活动 有益身体健康 我记得我们做过调查 我们基勇市的运动 我们基勇市愿意运动的人 他们平均运动的时间是高出于 我们全台湾的平均 高出差不多30% 但是我们的运动的场所 其实我们有很大的改善空间 所以佩祥在这边会惊喜 跟我们基勇市政府 还有基勇市议会 然后跟我们基勇市体育会 一起合作 打造一个 帮我们基勇市变成一个更好的运动环境 基勇市运动会 每年都是机关同人间的交流联谊 透过趣味竞赛及球类运动 放松身心 社会体育活动从年头到年尾 内容都可以上基勇市 运动爱台湾的粉丝专页查询 记者蔡小军 基隆报道 另外这项运动会的球类竞赛 圆满落幕 颁奖典礼在北都大饭店举行 最高荣誉总锦标 游安乐区体育会拿下冠军 基隆市运动会在暖暖区进行球类竞赛 圆满落幕举行颁奖 活动最高潮就是安乐区体育会 拿下最高荣誉总锦标冠军 赢得二连霸 并按照往年传统 由安乐区体育会理事长张坤和 带领团队上台举杯 庆祝喝下冠军酒 气氛相当海派 具有基隆特色 市长谢国良亲临现场颁奖 肯定基隆选手的奋战精神 也感谢基隆市体育会理事长郑锦舟 努力推广全民运动 带动基隆的运动风气 而现场民众也不断为小爱爸爸谢国良加油 让市长很感动 非常谢谢大家 我看大家都给我很多鼓励 我也非常的感谢 我们就是要让基隆 未来有更多国内外的观光旅客 然后呢要让这个城市越进步越有暗 越干净 那当然我有 毕竟新手让入 还有很多要努力的地方 我会继续的 好好的 检讨过去 应该要做的更好的地方 继续努力 也请在座体育会 体育界的先进 继续支持小爱爸爸 大家说好不好 好 加油 谢谢 谢谢 各位体育伙伴 市场最支持体育的 我们大家给市长加油 好 给市长加油 谢国良 加油 谢国良 加油 国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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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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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eo 加油 市长解国良也逐桌跟选手们致敬 获得许多加油跟鼓励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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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年轻选手要求跟市长 一起合影拍照打卡 现场的加油鼓励 让市长感到温馨满满 支长加油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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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an Horn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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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跑 goal 我們基隆市運動會的選手之夜 每一次的選手之夜 在大家的一起努力之下 喝啤酒的比賽 都讓我們覺得非常的精彩 但是這個也激發出選手的鬥志 就是白天運動比賽也有鬥志 但是晚上這個晚夜 也有大家的這種團結的氣勢 所以我們真的覺得非常棒 感謝我們鄭理事長 帶領著基隆的體育界這麼多年 把我們基隆真的打造成一個體育城市 在各項單項都有很好的成績 包括冠農理事長也是一樣 那我們未來市府 就是繼續提供更多的資源 更好的設備、場館 跟給孩子不管是體育班 還是社團更多的體育的培訓 跟這個後盾 那一定要把基隆打造成一個 體育冠軍的城市 活動現場貴賓雲集 包括議長秘書楊文和 及擔任桌球主委的曾濟岩、垂球主委的 勤政議員和中正區體育會理事長的 張浩漢議員都到場 親自頒獎給男子桌球、女子桌球、 錘球、保齡球、籃球、籃球和慢速壘球前四名 有四千人的夜半規模越大 因為今天老天人幫忙 好天氣到中午才下雨 那我們接著說 連老天人都幫忙嘛 所以我們基隆志的 運動和台灣的活動 夜半越成功 聯繫六人獲得教育部的特休的獎 因為我們不只每年我們的漸走 各區漸走 基隆志只有37萬人口 七個去漸走 包括今年全國都在這裡 所以一年單單運動出來就四五萬人 平均基隆志人口出 所以我們基隆的運動人口是最多的 而且希望說在我們小愛爸爸 謝國良的支持 讓我們的活動越辦越多 市民多出來運動 健保會也都省一點 多運動身體會健康 謝謝 一年勝利成功 謝謝 祝福大家今天得到好的成績 圓滿成功 感謝大家 謝謝 那很感謝 真的很感謝我們政體州政理事長 以及我們基隆的理事長 因為我想運動在基隆 非常非常的發展 跟我們政理事長 以及七區的理事長 一起來推動 那大家都是保有運動家的精神 努力來爭取最好的家機 那真的 那感謝大家對基隆市體育界的一個付出 基隆市運動會 今年由暖暖區體育會成辦 明年將輪到仁愛區主辦 由仁愛區體育會理事長林羅清梅 跟仁愛區長李昆達 共同接下會期 相約明年再會 記者黃俊宣 陳淑萍 基隆報導 接下來要帶你來看第一屆的基隆市主委盃 全國圍棋公開賽在新一國小舉行 來自各縣市四百多位選手 以其會友 擔任基隆圍棋委員會主委的議長 同志委非常開心 邀請到世界棋王周俊勳 到現場勉勵選手 一起來看看 當然好 其實這幾年基隆比較少在舉辦 那種全國性的圍棋賽 尤其是疫情造型賽 那今天很感謝基隆市的圍棋委員會 像賴成用爸爸跟賴成用他們就 這兩年很積極在推動基隆圍棋的發展 那今天這個比賽就是一個驗受的好機會 那看到這麼多小朋友在這邊比較開心 那對 就希望基隆的圍棋可以發展得越來越好 那也很期待今天待會可以跟這些選手們有一些互動 然後可以讓基隆的圍棋發展得更好這樣 畫面上是世界圍棋的棋王周俊勳 他說小時候曾經來過基隆 這次非常開心能夠來到基隆 參加第一屆的基隆主委杯全國圍棋賽開幕 看到人氣滾滾的場面讓他相當感動 學圍棋的好處是大部分旗下到一個神租小朋友 他們很容易在圍棋上訓練會佔用比較多的時間 那起碼可以遠離3C 那圍棋上的訓練除了棋役的進步以外 對他們未來人生的其他的技能 我覺得都是有幫助的 不論是除了我們大概已知的 譬如說計算力 體力 耐力以外 像圍棋我覺得對現在台灣的最好的幫助是 培養解決問題的能力 能夠有這樣的熱鬧場面 主要是一群熱衷於圍棋運動的在地人士 以及擔任圍棋委員會主委的議長童子偉大力推動 才能順利的在信義國小舉辦這場熱鬧的主委杯活動 參加選手來自於各縣市 一大早就帶著小朋友來參賽的家長們 都相當支持這項運動 很棒啊 他以前在家裡跟他玩福克牌 都會怕輸 輸了會哭會生氣 然後現在好像越挫越勇 我覺得啦 他們嚇得比較說不出來 他到底為什麼 但他就是喜歡 但我覺得每次他有贏或是有勝的時候 他就覺得 欸不錯 好像又過了一個坎或什麼的 我覺得主要的成就感是來自這邊啦 今天是我們第一次主委杯在基隆市 來舉辦我們一個圍棋的這個比賽 大家看到我們現場有超過四百位的小朋友 我想非常不容易 我們圍棋委員會 包含我們賴總幹事還有我們鄭偉我的同學 我們大家團隊非常的用心跟努力 才第一次舉辦 我們去年在南龍國中辦了一次試辦的比賽 兩百多人 今年第一次辦就四百多人 那我們今天圍棋委員會也特別請到 這個世界冠軍紅面棋王周俊勳 也來到現場 所以很多家長跟小朋友都搶著跟他合照拍照 那下圍棋呢 是一個這個非常好的一個運動 培養小朋友智力跟耐心 我覺得我們在基隆市可以多加來推廣 那我身為圍棋委員會的主委 要感謝我們圍棋委員會這麼用心的付出 那我們會持續的加強推廣 讓更多的小朋友參與 在這個非常有意義的一個運動 那這個現在我們也在各個縣市都有努力 我們中華民國的圍棋委員會也一起來幫忙 來知道我們怎麼來辦比賽 我想圍棋運動在台北是有專班的 在國中是有專班的 他們在國中是有專班 我們未來也希望朝向這個目標 如果小朋友學生人數夠多 在我們教育均衡 教育資源的這個均衡發展之下 如果有這個機會 我們也希望來推動這個專班 讓這個更多的小朋友參與 而且未來升學會有國中高中大學 是有可以直升的管道的 這次比賽吸引許多人來到基隆 支持圍棋運動 有圍棋專班的國中生整班來參加 還有許多幼稚園的小朋友 也來參加新手組的比賽 大家齐聚一堂 展現奇異與智慧 透過比賽 讓這個傳統的優良文化特色 能夠繼續傳承下去 記者黃日生 陳淑萍 基隆報導 另外非常喜歡籃球運動的 藝長同姿衛也特地到市立體育館 關心規劃整修的計畫和項目 期盼在整修完成後 可以招募職業籃球隊進駐基隆 強力灌籃 這是去年10月 PLG高雄鋼鐵人隊 在基隆市立體育館 揮翰練球和其他隊伍 進行熱身賽的情況 未來會不會有職業籃球隊 進駐基隆呢 就要看接下來 市立體育館即將耗資 4000多萬元整修完的情況 我想我們今年積極在爭取預算 包括跟中央體育署 爭取3300萬的預算 還有我們自己市政府 最佳預算來編列1100多 合同大概4400多萬左右 那後續如果預算通過的話 後續我們遇到採購法 大概會辦理一個設計的一個拼選 但今年度重點會放在設計這部分 那因為我們產管使用率很高 所以說預計我們明年施工 也會跟各位講 這部分大概會先有一個暫停 然後整個來做一個施工 基隆市政府向中央爭取 加上市政府自酬 總共4000多萬元 將要整修市立體育館 本身就非常喜歡籃球運動的 基隆市議會議長同姿委 特地到現場會刊 關心規劃整修的計畫和項目 期盼在整修完成後 未來可以招募職業籃球隊進駐基隆 像我們去年到今年 我擔任議長之後 陸續招募了這個我們PLG的高雄鋼鐵人 來我們體育館打熱身賽 然後今年也特別招募了這個SBL 來到基隆也打了兩週的一個循環比賽 我想我們從小到大對這個體育館有非常深厚的感情 過去在中華直籃的時代 我們體育館是幸福抱對的主場 那個時候我就常常來看籃球比賽 那時候洪國相 戰神 玉龍來 我基本上假日的時間都在這個球館生活 籃球跟棒球是不同的 我們籃球場館就必須用職業水準的賽事的要求 來做我們場館的一些設施基本 譬如說我們要有球員休息區 要有裁判休息室 要有我們這個觀眾席 要現代化的觀眾席 至少要有自卑架吧 我們現在這個就有的空間是5900個座位 改造完大概還會有4700 4800 我覺得還是符合賽事的標準 那我們在整個廁所的動線 我們二樓看台區的廁所也都會在這一次的這個經費裡面做更新 包含我們的這個漏水的問題一定一併會改善 那最重要的職業水準他們職業球隊來看 他們會看到燈光 燈光我們其實現在的場館也不符合職業賽事的標準 所以在這一次的總經費裡面會做一些 總體基礎設施的改善 讓職業球隊來這邊比賽是符合標準的 那我們在觀眾席的設置 球員區動線的分開 我想我都特別提醒博树廠長 那我也謝謝我們國術廠長都如此的用心 我們希望在今年這樣的經費改造之後 我們未來絕對有能力 可以來招募職業球隊進駐基隆 其實不只籃球 包括全國少年跆拳道錦標賽 最近也是利用市立體育館熱鬧舉行 議長同志偉和基隆市得獎選手 以及教練開心合影 也希望整修完成後的體育館 未來舉辦各種賽事 都能夠讓來這裡觀賽的民眾和選手們 可以有一個更舒適且安全的場地 記者吳俊松 基隆報導 由於生臟與喊病患者看牙醫 往往需要專業醫師與舒眠麻醉等設施來協助 市長謝國良相當關心家屬的需求 特別請衛生局提出計畫 如果市議會順利通過預算 將在下半年協助生臟與喊病患者 順利看牙 打造基隆友善 特需牙醫診療 基隆市衛生局長張賢正 跟政策推廣大使楊寶貞 及基隆市牙醫師公會一起宣布 基隆將針對生臟跟喊病患者 推動牙科醫療服務計畫 參與記者會的特殊教育學校家長會代表 相當感謝市長謝國良了解他們的需求 設法來協助解決特殊需求者看牙科的困擾 其實我要感謝那個市長啊 對我們特殊的這個 家庭及家長的那個 所說的需求都盡力在幫我們 其實我們家長只希望說 在基隆這邊的一些基層的醫院裡面 有一個專門是給 身心障礙的小孩子看 或是身心障礙的大人們可以看的 因為我們的孩子需要束縛 不然有時候循序躁動或者是幹嘛 當然如果他需要拔牙的時候 他沒辦法配合的時候就需要麻醉絲 可是在基隆的基層的醫院 基本上是沒有看到的 那家長就必須要 帶到台大醫院或者是雙和醫院 因為那邊基本上才會有我們要的需求 好因為其實我們有做過一個估算 就是在全基隆市有這些特殊需求者 大概是有一萬三千七百人 那如果是其中需要 可能有這種所謂的打證定計啊 等等這樣子的一些可能看牙的需求 的這些人次的話 大概是一千兩百人次 所以其實這真的是一個 非常需要被關懷 然後需要被注意到的一個部分 那所以我覺得剛剛透過 不管是局長也好 或是蔡理事長 然後彭副會長 他們所做的一個分享 我們真的認為這個計畫 非常需要趕快儘快來做一個推動 能夠讓不管是兒童 或是讓一些長輩 他們能夠有這些特殊需求的人 都能夠儘快的來受到這些更友善 然後更有愛的這些設備 然後跟這個設施 還有所謂的醫療人力的一個照顧 謝國良市長一向都會關注到 我們特殊需求的照顧的需求 那包括特殊需求者的牙醫 也是市長很關心 帶著我們衛生局關注到 特殊需求者的牙醫需求 包括我們的兒童 也包括我們失能失智身心障礙者的 銀髮長輩 那他們在看牙的時候 確實都有不方便 在這些對象 他們的牙醫沒有被滿足 所以我們推出了今天這樣子的計畫 這個計畫在6月中 如果得到議會的支持跟通過 我們會在7月初 把計畫征求 然後公開上網 那也會鼓勵我們基隆市的醫院 或診所來做申請 依照醫院現況 軟硬體的設備 可能需要幾個月的時間做準備 但是我們一定有信心 會在今年底之前 把這樣的服務提供上線 那在還沒有完全完備之前 會把既有的診療 跟轉診到台北的 特殊中心的綠色通道 也會在這個過程中也做建置 基隆市衛生局表示 將在議會期間 提出這項服務計畫 如果預算順利通過 將儘速在下半年推動實施 讓特殊需求患者 能夠安心順利的進行牙科治療 記者黃日生 陳淑萍 基隆報導 以上就今天的中家新聞 非常感謝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君 祝您一切平安 我們再會 我們下期見 營養化碳重結者 NACO獎提醒您 無外式瓦斯熱水器 絕不可裝在 加裝窗戶的陽台 廚房等室內空間 因為瓦斯燃燒不完全 就會產生營氧化碳 短時間就會讓人頭暈想吐 甚至意識不清 想保命跟我這樣做 一 熱水器牽移至屋外 二 更換成強制排氣式熱水器 三 擔用電熱水器 NACO獎祝福您 洗澡通風保安康 機房及非法機上和經銷商 強力查期 據查獲778台非法機上 涉嫌侵權金額超過台幣10億元 看到一則則的新聞 這些製造、輸入或銷售侵權機上和的業者 都會遭到最重可除兩年以下徒刑 給50萬元罰金 影視產業是文化輸出的軟實力 可帶動旅遊、觀光等行業發展 盜版業者行為 會讓正版業者收益減損 進而減少產出擁持節目的能量與資源 直接受到傷害的是文創工作者及消費者 所以請大家檢查一下 自己使用的機上和是否